2022年的韓式吃飽活動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更需要更多的好朋友來幫忙我們 那這一次我也為了我們基隆的韓式的這樣的一個餐點 我們特別準備了一系列的東西 那我們也非常高興我們的主任也在現場 因為這個活動都是我們能安基金會主任這邊大力來支持的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主任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哪一些是我們這次給他們的我們的餐點有哪些 第一個我看到是愛心紅包嘛對不對 就是來主任就是我們這次要準備給所有的韓式愛心紅包 對我們每個韓式會發500元的這個紅包 哇不錯 五百塊紅包 那接下來我們除了發紅包之後會準備好吃的東西嘛 從我們的最右上角的第一個是我們的傳統油飯 這個是油飯 給大家一個甜蜜蜜的感覺 再第二個是人參糯米雞 哇好棒喔這看起來就很暖和的樣子喔 這個是我們也是我們主任這邊人安特別去準備的嘛 對今天特別挑選的 特別挑選的 人參糯米雞 人參糯米雞 那這三項是我們的海苔芝麻肉酥 海苔芝麻肉酥 這個要不要介紹一下 就是因為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吃到比較營養的部分 所以特別有肉酥給大家做一個營養的補習品 那接下來中間這個是麻油雙菇 我這看起來非常健康喔 冬天的時候天氣很冷 吃一個麻油雙菇 讓大家暖暖胃 也讓我們韓式 在這個寒冷的冬天裡面不會覺得到很冷嘛 是的 是的 接下來這一個也是另外一個 哇也很補喔 麻油杏菇雞 這也是一個主菜 怎麼這個看起來每一道都是主菜啊 麻油杏菇雞 也是讓這個冬天暖胃 吃在身體讓身體非常的健康 那這些都是我們能安基金會 這次韓式在準備的嘛 好 那另外一個我們基隆的 特級鮪魚 過年嘛 鮮魚 所以我們有一個鮪魚的部分 年年有魚 年年有魚 那最後 哇這個是看起來就非常飽滿的 東坡肉 主任這個東坡肉 也是給我們的韓式 特別為他們準備的就對了 今年還有加大份量 加大份量 其實韓式朋友他們在 過年過節是希望可以吃到更大 更需要 因為他們平常吃的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可以 更大份量吃得更一樣 所以我們八道鵝 七道菜 七道菜的部分就是要給我們的韓式 吃飽的活動加一個愛心紅包 然後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 人安基金會送的一個特別的禮盒 要給我們每一戶 我們的韓式的好朋友 讓他們能夠帶回去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還是要拜託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來支持 我們韓式吃飽的活動 那因為有你的支持 讓我們所有在社會上 所有的人 他都能在過年的期間 感受到溫暖 我想我也非常感謝我們人安基金會 那我蔡司英立委這邊 我們跟大家一起來呼籲 來支持人安基金會的活動 今天非常感謝這個 蔡司英立委來到我們 人安基金會 基隆平安站 來幫我們擔任我們 第三十二屆的 韓式吃飽三十的愛心大使 那因為這兩年 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 其實從去年我們 就開始以送禮的方式 把這些年禮的部分 送到每一位 不管是低收入戶 單親媽媽 或者是一些街友手上 那今天也特別就是 舉辦這個活動呢 是希望可以 來呼籲就是 基隆的市民 一起來幫我們協助 這場愛心年禮 送團圓的活動 因為 我們預計在兩週開始 就會陸續把這些年禮 送到這些韓式的手中 那其實 雖然已經倒數兩週 但其實我們最近的這個 今年因為疫情特別嚴峻 那我們也 捐款來源也非常的有限 那也受到 社會大眾 應該受到蠻多韓式 一直有打電話來關懷說 今年這個活動 會不會繼續辦理 那我們也是繼續努力的 到處尋找社會大眾的支持 那也是希望透過這場活動 可以讓更多 基隆的親朋好友 可以一起來支持我們的 愛心年禮送團圓 愛心紅包助韓式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